这里不是Fan Cup,不是战场 只是我们都喜欢看TVB 很讨厌TVB?没问题的 这里不适合你,不要浪费时间 温馨提示,留言注意事项 严禁爆粗,人身攻击,政治上身 找交爱的,麻烦请而欲望去第二个平台 如果你对这个平台有很多疑问 令我网站为你精选了几集节目 可能帮到你 第十二集,24强导师分组赛 致敬全奇巨星 最终下半场成绩是 男组266分 陆组250分 红组249分 下半场最低分是红组林伟基出局 上下半场合计成绩是 男组513分 绿组500分 红组503分 上下半场合计最低分的 绿组简杰明淘汰了 至于获得破纪录93分的安娜希 获得MVP 第一个出场是其中一个 飞天爷爷很期待的参赛者 陈如飞 老实说,很失望的 我期待他有更大的改进 可以将过渡的hyper减少 但结果他唱起来又不够灰灑自愈 听的又不够爽 两边都不讨好 陈如飞的大热的key太低了 他一开始的时候唱得有点辛苦 还有那个show off的爆发 实在太过show off了 唯一欣赏的是他肯踏出第一步 去尝试改变 但是不是他个人自愿呢? 就不清楚了 因为他的风格是极之强烈 要改变本身是不容易的 要改得好是更加不容易的 唱歌是很个人的 迎合其他人去改变 还是终于自己的风格去唱呢? 真的很难选 82分 安瓦熙的今生今世 绝对值得拿今集的MVP 最初是有点担心安瓦熙 可不可以唱好广东歌呢? 他的用声比较有英文歌 安瓦熙的今生今世 最厉害的地方是感情 由头大到落尾 一级一级遞进 感情有收有放 听到他的情绪开始有点激动 努力压抑自己把歌唱好 在这个情况下,连最后一粒音都hold到这么漂亮 是很感人、很厉害的 他没有学过唱歌 有这个水准不得了 假如要挑骨头 我就会挑几粒高音 可以再松一点的话 做到的话就不止93分了 王鹤林、风继续吹 Key 同样偏低 发挥不了王鹤林的漂亮声 彭嘉莉建议他演绎继续吹的风字唱法 飞天爷爷就不太认同 因为风字的发音本身是平的 在这里把尾音抛上去很难听 或者我本身不太喜欢这种唱法 加上这个唱法套在这个风字上是怪怪的 假如是海字这类字 尾音本身是转上去的话 套用彭嘉莉这种建议就较适合了 不要误会 不用去搜索歌词里面 编句有个海字 或者不会飞天爷爷改歌词 我只是用另一种字举例 另外大家当我是队号入座 不知是否因为Key 降低了 听下听下 我竟然听到小小原唱山口八卫的影子 飞天爷爷除了中心名赛的粉丝之外 都是山口八卫的粉丝 尤其是后来唱了一段原曲的英文歌词 黄鹤林提到张国荣告别演唱会 当年我有去红馆看 昨天再重温一下当年的版本 好像没有英文歌词 还是我搞错了呢? 会不会真的和山口八卫有关呢? 不敢肯定了 与其龙和很多作品的结构都比较复杂 中年好声音2的风继续吹不是完整版 破坏了原曲的流畅度是有些遗憾的 黄鹤林假如将Key 再升高一点 相信会更好听 79分是有些可惜的 沈宗妍、林伟基演唱无尽空虚 声音上有惊喜 原来可以禁祸、禁融合 完全出乎意料 这方面表现是最好的一对 可惜捉摸不到他们想表达的情绪 尤其是最后揮手和歌名无尽空虚 完全割走两极 画面有点尴尬 80分 周碧加、袁斯洛的情人两个人的声音好与 略嫌唱得太过小心翼翼 嘴的张盒不是太够 所以声音还没放出来 前一段更好 后半开始就有点闷 后段二部有点女士 一来不是太有新意 二来是有点打扰 破坏了两个人和谐的声音 82分 黄健文、梁浩然 喜欢你 很难评 片刻可以说是多变 但又可以说是一折折 他们的动作是想表达rock 但不知为什么 我觉得像hiphop 看得出他们很努力做动作 但有点尴尬 突破是有的 但容我直接说 整首歌很沉悶 慶幸飞天爷爷只是唐边学 不是评判 评判给他86分 古卓文盼望的缘分 今季暂时最惊喜的一次演出 今季一开始的时候 飞天爷爷说过 因为是亚洲星光大道的粉丝 对于古卓文的认识是较深一些 大约预计到他会有什么表演 有次在小红书见到古卓文的近照 没有化妆 我和朋友都说 抹掉农庄的古卓文是最好看的 或者大家 包括他自己 都相信妖是他独有的路线 但是不是他最好的呢? 飞天爷爷一直期待 他抹掉农庄文 不要妖 不要show off 不用手震 不要心急 简简单单 最直接去唱 终于等到 甚至他终于做到 这是我从亚洲星光大道开始 一直期待可以看到的古卓文 结果在中年好声音容易看到 不用再评他今次的表现 统统都收货 87分 刘威王我的故事 容许我用食物去解释 飞天爷爷是不吃玄西的 无论是食材和烹煮方法 都是我心头好都好 只要最后你撒汁玄西下去 再统一统 整碟松我一口都吃不下 没办法 口味很个人 没道理可言 刘威王我的故事唱得好 但有我没办法接受的玄西 太多CH音 有些字没办法避免 但可以用技巧减少 床着以往 走进再走出一天 此事完全无记忆 富哥更出现三年卓音 坤再重重墙壁 真是击中我的死穴 飞天爷爷想起 林志美第一张专辑的《想你》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试唱一下 录起重听 就是第一个字的《想》 因为是第一句 加上音乐不是太多 只有钢琴 假如没有收起或减少CH音 一来就是想你 就非常难听 反而之后 音乐又丰富一些 控制得不好 影响也不太大 林志美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 证明CH音 可以用技巧去抹走 当然 这是极之个人的喜好 大家不需要认同 因为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选择 飞天爷爷 喜欢不喜欢是不重要的 评判喜欢就可以有89分 谭徽智 《心爱着你》 今集期待的另一个参赛者 她的害羞是她的卖点 这种害羞只能在新人身上找到 也只有新人才能把害羞 变成她的吸引力 今次谭徽智的《心爱着你》 不算完美 有几粒音不太稳定 但整体仍然很舒服 有很多动作 看得出 去到哪个位置就记得做哪个动作 《心爱着你》有点难触摸 歌词带着伤感 但旋律甚至编曲又轻松 是否真的要去伤感一下 伤感的过去 是否可以处置泰然 轻松面对 或是可以用玄西解释 87分 今集见到好几位参赛者的进步或改变 希望之后 可以见到其他人 大家齐齐有更大的改进就好了 喂喂喂喂喂 又说TVB 有没有其他东西说的 有 另外一个channel 是这样的飞天爷爷 连结就在今集节目结尾的画面 左下角就见到的了 记得订阅哦 hello 假如你喜欢飞天爷爷的节目 欢迎订阅我的youtube channel 但假如你恨死飞天爷爷 和他的话 就无谓浪费大家时间了 订阅之后 记得按下小铃铛 下次有节目更新 就会通知你了 看完不妨给个like支持一下 又假如你可以分享给朋友的话 就是对飞天爷爷最大的支持了 不要做标题档 留言记得留言注意事项 违规者可能被拉黑 和删除留言 敏一被飞天爷爷 措手杀错良文 不好意思 跌入黑洞的名单 是没办法够出来的 有兴趣的话 不妨关注我的社交平台 敏感是 Phase Speaking 敏感 sole 敏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